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饭喝杯红酒有益健康 研究人员对吸烟者进行了试验 让他们在四天内连续 每天喝200毫升红酒 并测定喝红酒前后尿液中 多环方相听的代谢产物 依抢肌皮含量 结果发现 吸烟六小时后喝杯红酒 人体血液内依抢肌皮会经药液大量排出 如果不喝红酒 依抢肌皮排出很少 另外 葡萄虽然很甜 但其热量和脂肪含量很低 中老年人喝红酒 可以帮助人体净化器官 转化血管 喝红酒开对咽时 消化不良 肠炎 慢性咽炎等疾病 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冬季喝葡萄酒的七大好主 第一 润肺清燥 止磕化痰 养血生机 红酒为甘酸而平 有润肺清燥 止磕化痰 养血生机的作用 因此对喉前噪 痒 痛 阴痒 痰愁等均有良效 第二 醋浸胃肠蠕动 红酒富含膳食纤维 是最好的肠胃清洁工 饭馆里的饭菜 大都以味取胜 食物多油腻或辛辣 吃后容易诱发便敏 而喝杯红酒 能醋浸胃肠蠕动 使积存在体内的有害物质 大量排出 避免便敏 第三 保护肝脏 适合饮酒的人 红酒含有较多糖类 和多种维生素 对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特别适合饮酒人士 第四 低血压 养阴轻热 具有降低血压 养阴轻热的功效 患高血压 心脏病 肝炎 肝命化的病人 经常喝血红酒 大有益处 第五 有助肾脏排泄 红酒 有助于肾脏排泄 尿酸和预防痛风 风湿病和关节炎 第六 促进食欲 助消化 红酒能促进食欲 帮助消化 并有利尿通便和解热作用 可用于高热食 补充水分和营养 第七 养阴轻造消风 具有润到消风的功效 在气候前噪时 人们常感到皮肤臊痒 口鼻前噪 有时前可少谈 每天喝一杯红酒 可缓解前噪 请不吝点赞 订阅